光复乡泰巴朗部落文件站今天办理年度的成果展 由于是光复乡第一个设置的文件站 再加上学员平均年龄是83岁 堪称全台最老的部落文件站 因此包括乡长、村长还有部落绅士 都到现场庆贺 将近50位的学员展示课程内容 同时活力十足的歌舞欢庆 现场一片喜气 平均年龄83岁 堪称是全台超级高龄的泰巴朗部落文件站 学员们欢喜唱歌谣还不够 大家手牵手就像年轻人一样 围城圈跳舞欢庆 活力十足 现年73岁 这位是文件站里最幼气的孙老奶奶 感谢富田天主堂及教友们的支持协助 让部落文件站的经营管理 屡屡屡获得 游民会等上级单位的肯定 也让每一位部落长者都得到最优质的照顾 这个都是也有天主的启发 才能够怎么讲 很成功了 还有这个老师们都很温柔 光复乡泰巴朗部落文件站从日拖站赛普计划到现今的部落文件站 将近15年之久 今天办理110年度成果展 学员们也展示平日研习课程的作品成果 也由于是光复乡第一个设立的文件站 包括了乡长林清水 乡代表及村长部落士绅也都到场亲和鼓励 给大家一起努力 让东西乡不分出情不分打消 当然我们都建设 也先透过我们立委 我们现议员 我们乡代我们村长一起努力 把这经费 毕竟工作经费是有限的 我们个人 比如他是中央单位的 我们真是现实的把一起努力 把工作想坚持得更好 今年上半年度 虽然因为疫情影响暂时关站 但是对于长者的关怀服务不间断 由于部落文件站 已经是成了长者们主要的生活重心 因此在疫情严峻期间 许多长者宁愿忍受裁警的不适 为的就是要来上课 也令居服员相当感动 也全力全心地来服务照顾 谢谢这些年轻人放心地把老人家交托在我们手上 那明年我们的可能还会再继续增长 我们老人家现在到站的44位 然后代餐的6位 台巴朗部落文件站长者人数 虽然超过计划人数的名额 但是部落文件站仍敞开大门欢迎 而对于额外的名额支出花费 也咬牙苦撑 让部落的每一位长者都能获得最好的照顾 记者石玉兰光复采访报道